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文化的传承 透过母语 化为音乐 更能形成一股 探动人心的力量 近年来 台湾社会对族群文化 各为重视 许多音乐人 也纷纷投入 课语歌曲创作 而新生代歌手们 更是结合传统与创新 试图闯出一片天 像是融合 闽客语 打造独特风格的 黄子轩与山平快乐团 他们的创作 突破语言 更以传承客家文化为使命 还有去年金曲奖 一举拿下 两项大奖的女歌手米莎 她的创作 从童年 生活与社会观察出发 蕴藏着深厚的土地情怀 不在乎主流 跳脱商业模式 也让创作风格更自由 客家歌手们 如何传承互相的声音 深入他们的音乐世界 一起品味 我才发现 这个语言 给我一个独特的面貌 只有我可以写 只有我可以讲 如果听不懂客人 一直凋理下去 那人的音乐还要做吗 那动手转头共一家伺 我才简单卡当 那一转来嘞 我回来了 弹着一把吉他 唱着客家歌曲 他们是曾拿下 两届金曲奖 最佳客语专辑奖的 黄子轩云山平坤乐团 一上台就风鸣全场 敏克与交错 轻摇滚曲风 是这组乐团的一大特色 只要出专辑 瞬间词曲创作的黄子轩 就会把家乡写进歌里 不过回家开唱 起初却是满满心酸 我记得回家的路发行的时候 是2012年的年底 我们还有来东门城演出 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 在东门城演出了 可是我们就还是很想要 回到家乡做表演 我记得那一天 我跟我爸爸妈妈 我爸妈还来一起 在这边挂舞 因为我们在演出的时候 像是街头演出 我记得我唱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 没变 最后清唱 最后清唱 然后回家就很想哭 没有一个家乡的舞台 可以容纳我们 曾替不少歌手 写过多首知名华语歌 回过头唱着熟悉的母语 却是心头一阵酸 走得艰难却不轻言放弃 三十八岁的黄子轩 自高中就开始投入词曲创作 歌曲充满新意 我们早期 我也早期收到新宝浩康 对的影响 就是想要把课语 跟台语就放在一起唱 那我认为 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听 何乐为能够理解的也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或许 我们有这样的念头吧 就把课语偷渡进去 另外一种母语里面 然后让大家可以 透过这个事情去理解 语言的巧妙转换 成了乐团一大特色 2013年回家的路 和2016年异乡人专辑 感度得到金曲奖的肯定 夺下最佳课语专辑奖 巧妙运用闽南语发音 哼唱宛如原著名的鼓调 即便唱的不是客家化 也赢得评审肯定 一路走来 他最感谢的 是非常表演 都绝不缺席的这位 忠实本思 二十几年来始终没有缺席 谢谢妈妈 谢谢妈妈送我一把吉他 一把妈妈送的吉他 陪他征战舞台 也陪着他历练人生 2018年 他决定回到 有百年历史的新竹东门市场 建立他的梦想基地 这个里面 他其实就离我们这么近 可是我们没有进来过 但是这个周围 我们就是从小就是 就是一直在这边混到大 因为新竹市是我从小住到大的地方 所以我就会 很有一个想法是说 如果说 大家每天都觉得新竹市的客家 好像很 没有客庄 所以好像很隐晦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们来这边做一些 跟这家一文文化的事情 那这个客家的乐道 就能够在城区里面出现 他成立工作室 做起客与广播 也持续创作 第四章文语专辑创乡 寝思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 专辑的名称叫做上乡 也是因为很多台北的人 来到新竹 因为他就说我要下乡来到新竹 那我会觉得为什么台北市 或者是城市 到达其他地方 它就是一个上到下的 一个位阶 那我们小时候 常听到一个成语 叫上京感好 为什么进到京城就是上 然后再回到美国 美国那个比如说纽约的 Downtown Downtown是热闹的地方 Uptown就是乡村地区 所以其实很有趣就是 我们其实是有点玩这个文字游戏 但是曲风 乡村音乐是 我觉得台湾人这几年 涉略乡村音乐听的人也变比较少 那其实有几年我就在想说 诶 其实客庄的这些情怀啊 跟那种Bluegrass啊 或者是这种Country的音乐 其实是很能接近的 你等多 我一直想有了我一声多 我再无人被拆 等着你从头 我一直以往上转路 三个转路 我好那是梦 一时在转老虫飘飘红荣 那张年载 寒夜无地走 回为四年再初级 唱出返鄉青年的求存與掙扎 上香專輯也入圍 2020年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獎 為什麼我寫家鄉 為什麼我寫客語 為什麼我用何樂圍用客語 這樣子回答 因為那只有我做得到 所以基於這些條件 我覺得創作人 他在找自己獨特性的時候 語言或是音樂類型 那都只是跟群眾溝通的方法 所以我並沒有覺得說 期待 客語它會變成一個主流的音樂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會有這個期待 我最近常舉例的是古典樂 古典樂是以前的主流吧 幾百年前的主流 可是現在的古典樂 它就是一個分支 現在的主流是pop音樂 pop music 我覺得我看客語音樂的情況 就像這樣 一語道出客家音樂的美麗 和哀愁 甚至作為台灣規模 最大的音樂獎項金曲獎 1990年首次舉辦的時候 也沒客語類獎項 一九八十年 一九八十年 左右一眼 鞋絲絕對東昂後做龍筋 甘煙春到半節驚異 湊到暗宫 南電台書道 1984年是她出生的年份 米莎37歲 是苗立客家人 這兩年在樂壇發光發熱 那因為對我自己來講 做創作很大一部分的養分 是從閱讀文字的東西 文學裡頭還有從劇場裡頭來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我每一個作品 文學性相對高 所以我會覺得 讀懂那個內涵也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章專輯 《公會山》充滿著力 魔幻曲風 米莎一舉拿下 2020年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 及最佳客語歌手獎 兩項大獎 開始嘗試用小時候講的話來創作 我才發現這個語言給我一個獨特的面貌 只有我可以寫 只有我可以唱 這東西我常常都會開玩笑說 我在做小眾種的小眾 但是不往主流市場靠近 有一個相對的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一個自由度存在 我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可以想唱什麼就唱什麼 立足客家 跨界多元文化 新生在樂團和歌手們正力求突破 以多餘曲風傳承來自故鄉的聲音 那我覺得混著不同的語言來創作 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再加上特別是台灣近世紀二十年來 本來就是一個多種族多元的 這樣的文化 做客家音樂就是沒有一定就是說 真的是要循著現任的角度 文化也好或者米撒也好 都是這樣子 像米撒因為他的風格很波緣 他能夠pick up 等一下我用什麼 我用雷滾 我用爵士 我用搖滾 這樣的方式來發展自己 比較少 大部分你看到客家的流行歌手 大部分都是自己有自己的一套 那一套從一而終 垮出小眾跳脫主流與非主流 年輕的音樂人們用自身經歷 融合文化和流行元素 試圖與世界對話 搖滾也好 絕世也行 不變的是守護鄉土的那份心意 始終不易 歡迎回到華視新聞雜誌 音樂是藝術 是文化的傳承 透過多元的風貌 傳遞著這塊土地上 所發生的故事 而跨越不同語言 聽見歌手們的創作 我們也期待他們守護故鄉 守護台灣的心意 能被更多人聽見 我是陳喜君 我們再會 因為安全的考量公務段 其實在敏發克魯橋的前方 兩三公里處已經設置了管制站 禁止人車進入